台湾草泥嘉年華 我是台灣草泥嘉年華的音樂總監潘忠賢 今天非常開心我們邀請到了 我們另外一個指揮 就是我們客席指揮著名的管樂指揮家 陳一夫老師 大家好 忠賢好 總監 一夫老師好 那我跟一夫老師已經認識非常久 真的要說起來的話 可能在上個世紀我們就認識 我們大概是高中的時候就認識 一直到現在 那當時因為學校社團的關係 我們有常常到中正高中去 去跟他們的社團的人一起玩音樂這樣 然後後來就因此認識了學長陳一夫老師 那我想請問一下陳一夫老師 我知道您後來到淡江大學也是一樣有在帶管樂社團 然後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之後會以這個為當作置業 畢生的置業就一路就暢行無阻下去了 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想要學音樂的人應該都很喜歡團隊 一選在一起吹樂器的感覺 那我也不例外 那其實一開始並不是真的想要當一個指揮 只是很希望跟大家快樂的吹樂器一起吹 然後慢慢的就變成說好像人越去越多 我就需要有一個人來整合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慢慢的從演奏的角色變成說 我要去負責跟大家帶領大家 所以這個位子其實也是逐漸形成的 它並不是一開始我就認為我當成置業 那真正到我要去做這個工作是 就是我在畢業業之後大學畢業參加了當時的 沈教的富士管樂團 我們有一年接觸到外國指揮 然後在沈教悟風辦理指揮營的時候 我們擔任示範樂團 它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每一個團員都有機會可以上台去指揮 在那個營隊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真的就覺得說好像指揮是一個很 很有使命感的工作 然後不能思學變變的 所以上學就指揮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起我才真正的奠定說 我想要好好的學習指揮 當一個稱職的指揮 那也是1999是上個世紀 1999年沒錯 都蠻久以前的事情這樣子 難怪我想說經過這麼多年來 看到一副老師在帶團 就是非常熟練的帶團 然後再來就是解釋音樂上面 也是覺得非常的細膩 我覺得它有獨到的見解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易富老師這一次選曲 有哪些曲子 然後這曲子有什麼特色呢 因為我想長提合奏是一個很 非常非常特別的經驗 那我在這次的選曲中特別選了兩個作品 一個是音樂神童莫札特所寫的西遊曲 然後這首曲子原來是弦樂四重奏 那我想透過莫札特這麼簡單又可愛 但是又這麼高級的音樂 讓所有的人進到他的音樂世界 所以我特別選了一個由弦樂四重奏改編的莫札特西遊曲 然後另外一首曲子 我找的是 那常提人的不會陌生的酷樂 酷樂是常寫教本的 是 我們常常被他覺得 以前覺得他很討厭 可是還滿好聽的 其實他的教本還滿好聽的 對 有很多很多本 然後我選了一首酷樂 也常被常提人拿出來演出的一首 叫花的原舞曲 你不想講花枝對不對 對 不是花枝原舞曲 是花的原舞曲 對 那這首曲子我想 又好聽 又旋律優美 又好記 所以這次我想 藉由唱提重奏團的形式 呈現這樣的作品 然後也透過這樣的演出 讓我們樂團裡面的一些老師 能夠跟學員們做一些互動 做一些示範 然後想學員也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是的 那我知道一夫老師指揮真的是非常 經驗非常的豐富 那這一次 因為這次我們是長提團的形式 不曉得一夫老師有沒有什麼樣的想像 或是期許 我想 長提合奏是一個 很有趣的 最近也在亞洲 美國也很風行的 就是它是一個單純的 家族樂器的一個組合 就像現在我們常看到的 樹笛蛋黃管家族的重奏 然後薩克斯風的家族重奏 那長提當然也不會 也不會失去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有我們的短提長提 然後甚至還有周音長提 低音長提 我想我們也是一個家族樂器的合奏形式 是的 那在這樣的合奏形式之下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應該就是 展現出屬於長提 這個家族音色的魅力 那相較於管弦樂團 我們當然也許沒有這麼多種樂器的 不一樣的色彩 但是我們也有非常純淨的音色的表現 所以我想這次的選擇 我是想針對這方面 能夠選一些很精彩的作品 是這樣子 了解 所以這次的長提嘉年華 如果你也吹長提 你也景仰陳一夫老師 沒有景仰 然後平常沒有機會跟一夫老師 接受他的指導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非常歡迎大家 一起來參加我們這次的 第四屆台灣長提嘉年華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一夫老師 期待跟大家見面 謝謝宗賢 謝謝謝謝 OK 掰掰 拜拜